现在是11王金州大币的旅客涌到澳门 不过澳门豪博股并没有受到利好的消息影响而上涨 早上豪博股前线下跌超过10% 尽管全日收市跌幅收窄 但是六家博企的股价还是一天之内蒸发了一到两成半不等 其中澳博收市报10.5元下跌超过25% 其次是美高煤和银和娱乐降幅差不多有两成 不过有博企认为今年首八个月澳门独收再破纪录 达到1731亿元 这支强心针还是相当有用 整体是不明朗 但你看回我赌收的9月份都公布了 40%E on year 那你还去求些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在澳门 在一个这样的增长的趋势来说 我相信未来这个业务的增长都是有的 尽管有经济分析认为 内地收紧私人企业信贷可能影响内地豪客 在澳门的博彩消费 但有澳门学者认为 豪赌股疲弱只是受市场气氛拖累 欧洲的金融危机还有美国的经济可能还会继续低迷吧 说这个对亚太地区的股市有影响 然后大陆的经济也有放缓的趋势 曾中路表示 只要内地不会进一步收紧自由行政策 相信澳门赌业还是可以保持平稳发展 澳亚卫视现在那姚华澳门报道